大家好,又好回到我們妄向編輯部Youtube Channel時間 有我來自澳洲的珍必思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亦有來自馬來西亞的大馬Sir 海味好 在節目開始之前請大家為我們三個頻道 妄向正向浪費冷氣 點讚分享和訂閱 砌抗疫,拼經濟,反網報 好,我們說回這個基爺,基爺澤連司機 我們知道其實在10日之後 烏克蘭很多地方就被俄軍狂轟 美國總統拜登就重申 會對烏克蘭的支持 不過 親民主黨的這個媒體華盛頓郵報 其實他們也說 其實美國 兩黨已經在緩烏問題上 是有分歧 拜登也曾經私下 警告澤連司機說 你不要表現到 不知感恩 我壓力很大 不然 他就很難再叫國會拿錢 跟我們之前說的一模一樣 大馬Sir 真的中了 你要知道 是我們經常說的 你是烏克蘭民眾很慘 但是有些話不應該說的 最記得 他們 那些官員連德國總統 斯泰馬爾都說 不歡迎你 之前也是諷刺索爾茨 德國 怎樣都好 他們都出了很多錢 你又說他是蝸牛 說真的 給你 當然他們永遠都不會做到德國這樣的水平 烏克蘭經濟的各樣實力跟德國都有十萬八千里那麼遠 其實 白宮的官員也都說 自從俄烏戰爭而來 美國總統拜登 和烏克蘭總統扎蓮斯基 是 頻繁地溝通的 通常 每隔兩三個星期就真人 通話一次 這個真是打電話的 最近一次 就是俄軍剛剛是對烏克蘭各地發動 這個狂轟的時候 並且是承諾 美國將會為烏克蘭繼續 提供可以自我防衛的 所有需求 不過 華盛頓郵報就爆料了 華盛頓郵報和民主黨很親 我相信這個是真 就說其實 美國和烏克蘭之間的關係 並非總是那麼平穩 不少共和黨人 就已經覺得拜登 哎呀你不顧國內經濟大力地援摸 行不行 其實我相信 不止是拜登一個 但馬Sir你覺得其他歐盟國家會都是這樣的方法 即是那些反對派 一定會 一定會的 我們之前說摩爾多瓦的國家 他們的總統是 親西方親歐 但是 亦有大量的人出來示威 還有就是斯特佛克 還有最早 塌了黨的就是保加利亞 那麼我們看回 其實根據皮尤研究中心 今年九月的一份民調就表示 在 共和黨人 和傾向於共和黨的獨立人士當中 有32% 表示美國為烏克蘭提供了過多的支援 如果共和黨人 在今年11月中期選舉當中 是獲勝贏得眾議院 其實我相信多數值怪會 這個民主黨會輸多少 對不起 真的是看輸多少 真的是看輸多少 所以 不用擔心佩洛西很快就 應該不能 去意大利 其實 如果共和黨贏了眾議院 這樣美國兩黨對於 緩污的問題 的分歧會進一步擴大 而且 緩污的問題 可能大家會有撕裂 另外一方面 扎連斯基的一些做法 也引發美國政府的不滿 在 這個 澳污戰爭的早期 雖然 美國總統拜登 和國會 已經向烏克蘭提供 其實都是 史無前例這麼多數目的各項援助 和先進的軍備 但是 扎連斯基 仍然多次公開呼籲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 要更多 更多 更多 包括增加 每一次出來說話都是圍繞著 更多 不夠 比多 不用說了 這些肯定 包括增加這個裝備的援助 以及對俄羅斯實施更加嚴厲的制裁 我們之前說過 扎連斯基有一次就說 哎呀 你們要 忍一忍我們更慘 很多歐盟的 民眾已經很不短 尤其是先進國家 說真的 好像東歐的稍為落後一些 他們 捉一條 7條 而且最後埋單 都是 有錢 西歐的荷蘭 不要靠你們 是的 報銷不夠就在這裡吵 白宮的官員也向 《華盛頓郵報》說 拜登其實不止一次 私底下溝通的時候告解 扎尼斯基說 喂 你不要一直表現到不知感恩 這樣是不行的 你一直這樣抱 你剛才說對 拜登說 你一直抱怨什麼都不夠 這樣 將會很艱難 再向國會拿錢 因為你永遠都不夠 共和黨說 你永遠都不夠 那援助你也是不夠的 是嗎 你難道吃了美國赤居 他肯不肯 當然不肯 拜登政府上台之後 美國一直向烏克蘭提供軍事援助 其實 美國總統拜登和副總統 賀錦麗 之前 10月4日就跟澤列斯基通話 宣布向烏克蘭提供6.25億美金的最新軍事援助 這個也是美國自2021年8月以來 對烏克蘭進行第22次 價值6.25億美金的 不夠 給多一點 不夠 你真的說得對嗎 沒錯 就是6.25億美金的 軍備和裝備的援助 包括 高機動性的海馬斯系統 以及更加多的裝甲車 以及其他的裝備 多一點 給多一點 不夠 可能我每次 拜登每次說的時候 澤列斯基也是 重複這句話 哈哈哈 他說這句之前也會有多謝聲 多謝一聲 他那些不會的 我經常罵人 我們看到 所以拜登 自從就任以來對烏克蘭 因為沒有戰爭之前他已經有幫烏克蘭 對烏克蘭的軍事援助總額已經超過175億美金 不過對於 烏克蘭來說 你說對不夠不夠不夠 似乎還是不夠 在 上個月底 澤列斯基接受哥倫比亞廣播電視台 訪問的時候 亦都說 雖然美國每個月都會給我們15億 支持我們這場戰爭 但是 但是 我們還要面臨50億美金的財政赤字 即15億不夠 給多50億每個月才行 這就是每個月 當然 之前英國金融時報也有說 四名不願意透露 聲明的歐美官員就說 其實拜登政府的高級官員 近來一直是吹速歐盟 是真的有的 他公開說過 吹出歐盟和歐盟成員 歐盟委員會和歐盟成員國盡快 向烏克蘭提供援助 因為自己也受不了 但是 歐盟成員國的東歐國家都是打算報銷 歐盟在5月份 曾經是 有一個承諾 被90億歐元援助烏克蘭 但目前 只是 支付了10億歐元 歐盟同意9月份 再發放50億歐元 結果到今時今刻都未兌現 一名歐盟的官員就說 烏克蘭總理 什梅加爾 和歐洲理事會主席 歐盟理事會主席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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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盟理事會主席是男士 米歐盟和 烏克蘭總理會面的時候 當然烏克蘭又強調多一次 我們幾乎每個月需要35億歐羅 這樣才夠用 今年6月29日的時候 北約在馬德里就有北約訪會 澤連斯基 當時以視頻的方式參與了 大聲地叫北約領導人 給錢 記住 給軍備 又不斷說一句 大概需要50億美金 並且就說 如果 北約 不能夠提供足夠的援助 俄羅斯最終會和西方開戰 老實說 我不是說對 如果你放棄了四個公投區 我相信普京大帝都可能會退 受火 我相信會這樣 不代表本土立場 你不要說我撒嬌 我只是說一個scenario 現在聽到太多 贊連斯基說你不夠 我每個月都要多少多少 你快點給我多一點 聽到都 怎樣說 戰爭疲勞 是啊 他是爭取錢疲勞 可能拜登說 拜登好心理吧 不要整天這麼說 你起碼 不要擺出一副不懂得感恩的樣子 假裝都假裝 假裝都假裝出來 否則很難做的 事實上真的是 你可想而知 說真的 除了德國 貝爾伯克 德國外長 很左的人 還有很幼 很搞笑 很左和很幼的人 都是狂挺烏的 你有沒有發覺 是啊 好左就像貝爾伯克 德國綠黨 很幼的就像波蘭 波蘭 糟糕 真是不知為何 最左最右都合在一起 但是 在這些國家出來示威的 真的有左中右 大家都深受其害 其實 10月11日的時候 俄羅斯副外長 利亞布科夫也曾經發出警告就說 由於美國和他的歐盟盟友 日益捲入到澳戰爭的當中 所以美國 都會採取 俄羅斯都會採取必要的反制措施 亦都說跟美國和北約直接衝突 不符合俄羅斯利益 我覺得俄羅斯都不會的 並且警告 希望華盛頓和其他西方國家 能夠意識到局勢 不受控的升級 是可能的 現在都不受控 薩尼斯基也很難控制他 除了他們 這件事拜登 就 斥責薩尼斯基經常不感恩 但是 咦 這次有人又貌似向 另外一個美國人跪一跪 知不知道是誰 就是 有人向 太空技術公司 和Tesla的 丫頭 Elon Marks 就說 聲鏈很重要的 你不要撤走 記不記得早前 在Twitter 不是開了一條問題嗎 你也說過 四個 公投區是否應該給他們再次公投呢 是吧 後來就 被烏克蘭 原來真正正炒了 烏克蘭駐得大士梅里尼克 走L開 我們還做了這次節目 我記得 叫他走L開 不如這樣 現在Elon Marks就說 我沒有錢 沒有錢 再將這個聲鏈服務 給烏克蘭用 沒有錢之下我撤出 以及 可能他生氣 Elon Marks就說 既然之前你們有官員 叫我走L開 叫我走 那我就走了 哈哈哈 結果烏克蘭的官員一聽就害怕 態度發生了明顯變化 剛剛 麻煩你 我想那幾億 好像十幾億 十幾億對於他來說 也不是什麼大錢 不過 我真明白 為什麼他要走呢 原來他被人罵他 叫他 拉斯格羅 我們看看 原來烏克蘭副總理兼數字 轉型部長 費多羅夫在社交媒體就說 哎呀 馬斯克是 全世界支持烏克蘭最大的私人捐助者之一 聲鏈是我們關鍵基礎設施的一個重要部份 果然轉太轉得快 因為現在 Elon Marks 我初初以為他就想著叫這個 五角大樓埋單 原來是LAL 現在最知道為什麼他說 聲鏈是 支持不住了 原來是LAL 這個月初的時候 Elon Marks 馬斯克 Tesla 和SpaceX的 CEO 他就發了Twitter 就說 對於 俄烏問題 應該在聯合國監督下 在四大公投區 即是 涅齊克 勞金斯克 赫爾松 雜波羅烏 現在不用看我也記得了什麼 重新進行公投 另外一句他就被人匪了 並且 令到克里米亞正式成為俄羅斯一部份 到今時今刻 其實世界上 很少地方是承認 克里米亞是俄羅斯一部份 但是 你有沒有辦法真的拿回來 對不起 我不是支持俄羅斯 但我覺得很難 八年了 你有沒有這樣的機會 很難 我們看到 烏克蘭 當時他就說 烏克蘭要保證克里米亞的供水安全 烏克蘭在北約和俄羅斯之間保持 中立就會小夜來戰爭 這番言論 引起了扎尼斯基在內的烏克蘭官方 狂轟他 前駐得大使 安德烈梅里尼克 這傢伙很壞的支持法西斯 曾經說 用那個F off 大家知道他說什麼 炒口不收 真的不收 他連這個 你不要說馬斯克 他連索爾茨也罵他的 都罵的 什麼人他罵的 他連 德國總統 斯泰恩賣二 都說不歡迎你 他真的不收 好 他是一個超級幼的人 他就叫 馬斯克 馬斯克 結果 施恩恩就說 斯泰恩賣二 斯泰恩賣二 寫過封信給五角大樓 就說 自己武力再捐更加多星鏈給烏克蘭 亦沒有辦法長期為當前的 烏克蘭終端提供服務 同時 亦都請求 五角大樓完全接管烏克蘭境內的升年成本 亦都說今年正下來的月份將會消耗1.2億美金 未來一年4億美金 如果美軍不為這件事埋單的話 烏克蘭可能就被迫斷網 這個報道出來之後很多人 就把 這個馬斯克 是不是早前受了梅里里克的氣 楚楚我真的沒想到這點 現在想想又是 說真的有少少有仇必記 原來 就是這個 早前推特 叫做烏克蘭 中立的言論 和星鏈撤出烏克蘭聯想在一起 因為原來時間是梅里里克罵他之後的幾天 又貌似是 梅里里克 原來真的是 原來真的是 我剛剛看回Elon Musk的Twitter 他加了梅里里克 他說現在 We are just following His recommendation Recommendation 就是加了梅里里克 你叫我走就走 哦 那你又闖我了 說真的 唉 這傢伙真是經常闖和的 之前 連自己 一個堅實支持者波蘭都得罪了 因為他是支持法西斯 那當然就在 Elon Musk 說自己 我就是奉命 他推薦我走就走 幾個小時之後 多名的烏克蘭高官 就向 這個 馬斯克拋出柬欖子 就吹 就吹到他 哎呀你真的對我們烏克蘭很有貢献 真是現實 好爹 好爹 剛才我們說過那位 烏克蘭副總理就說他很厲害 之後 烏克蘭 這個澤利斯基好朋友 總統高級顧問 高級顧問 波多利亞克也推特就說 啊 To be honest 就說 認真地說 無論你喜歡還是不喜歡 Elon Marks Hell ducks survive The most critical moment of war 他幫我們在 戰爭關鍵的 最關鍵的時候 幫我們 生存到的 即是網絡幫我們生存到 也說企業有 權制定自己的商業政策 烏克蘭真的很想這些星鏈繼續運作 我們希望 這間公司可以繼續提供穩定的通訊連接 直到 談判結束為止 CNN 就覺得 原來 這些烏克蘭的高官 叫做 是 康番 Elon Marks 因為他也是一個 其實這個梅里尼克 又是 又是不懂得感恩的 即是說真的 你可以說 馬斯克先生你這樣不對 但是 他經常用粗言為語的 有沒有發現 你的語氣好一點 是的 真是 外交人員 逆招 可能還會升他做副外交部長 那真是麻煩 那真是麻煩 人質素這麼低 澤尼斯基的管治團隊 那麼差 原來 他們 這樣撐回Elon Marks 就是為了和梅里尼克劃清界線 其實之前澤尼斯基也和他劃清界線說他的言論不代表烏克蘭官方 星鏈服務的確確為烏克蘭軍隊保持通訊起了重要作用 這是現實來的 無論你喜不喜歡Elon Marks 其實他真的做得到 也只有他做得到 這個時候 在這個時候 那麼星鏈之所以是 是參與了這個俄烏戰爭的一方面 就是 現在 大力推廣這項服務 另外一方面 烏克蘭 急需用於戰場的通訊渠道 Elon Marks曾經在2021年6月就說 一年後將會有 50萬 星鏈用戶 而烏克蘭2月底 就向Elon Marks提出相關的需求 雙方是一拍即合的 得益於 烏克蘭境內最少有2萬個星鏈中端 和最少15萬個用戶 其實Elon Marks 已 按時完成了自己的小小目標 而烏克蘭 亦都可以在短暫 停電和 互聯網設施被轟之後依然有網絡 其實 一名叫做由金的烏克蘭士兵曾經向基庫獨立部說過 自己每天都用星鏈 和家人保持聯絡 並且飛行無人擊 亦都說 撤在這個村莊的星鏈終端 將烏軍前線 獲取的數據快速轉移到指揮部 並且 進行這個數據分析 之後就會對俄軍進行打擊 不過 烏克蘭的 總司令 澤勞內日曾經7月份的時候寫給SpaceX 又好像不懂得感恩 每個月有500個星鏈終端 因為戰爭而受到破壞 需要每個月換 還要求SpaceX再提供多6200個終端 SpaceX 反過來 你這麼差態 他就說你直接寫信給美國國防部 烏克蘭直接寫信給他 考慮到星鏈對烏軍的重要作用 其實 美國對烏克蘭也是 現在今時今刻都是支持的 但是 你經常說話那麼不客氣 人家真的支持你 不住 哈哈哈 五國大樓 如何回應 Elon Musk要錢的要求呢 其實五國大樓的部分 高層已經被Elon Musk激怒了 有高級國防人員就將SpaceX的行為 但是比作 兇手套白狼也說 竟然有面 躺在人家的錢上請英雄 當然 我們看看 五國大樓的副新聞官就說 我們可以證實 美國國防部已經收到SpaceX 關於為他們在烏克蘭 衛星通訊產品的星鏈提供 資金的 信件 說明他要錢 他亦說 我們仍然在這個話題 以及其他話題 跟SpaceX保持溝通 美方會幫助烏軍保持通訊能力 但是SpaceX 亦不是唯一可以合作的對象 我們也有其他的 又帶回他了 這場戲挺好看的 是 好 今次節目時間來到這裡 多謝各位再見 再見